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大崔 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自己装修的情况下 不是半包也不是全包 纯自己装修 然后需要在装修前准备的七样东西 这几个东西都是小件 但是很关键 第一个是简易马桶 工人在您家施工的话 肯定会有一个三级 上个厕所也不方便 但是你做一个简易马桶的话 会干净会利索 第二个前置过滤器 也要提前购买 前置过滤器不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净水器 你是可以提前购买的 在我们改水电的时候进行打压 然后看看它是否压力合格 第三个隔音棉 为什么我说隔音棉会把大家给它摘出来 就是因为很多业主不知道 这个隔音棉一定是要在包下水管之前包裹 不要让你的瓦工包你包裹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 自己包裹是最合适的 因为大锤是做施工的 瓦工给你包裹的时候 它就随便缠一缠 很松的时候 它就给你镶上砖了 这个一定不行 自己包裹 或者说在改水电的时候 让改水电的师傅帮你来包裹 当然你该付钱付钱 第几个了 第四个 就是我们需要提前准备的 就是铺子砖过程中需要准备地漏 你不能到时候等到铺子砖的当天 铺到卫生间的时候 你才想起来去商店买这个地漏 这个到时候你随便去买的话 可能质量都是剥格的 一般情况下 一个卫生间是两个地漏 但是你要考虑一下 你家的洗衣机是否是独立的洗衣机 这个地漏是不一样的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直逆阀 直逆阀有厨房直逆阀和卫生间直逆阀 这个东西也要提前买 为什么不能等到我们安装烟机的时候再买 第一安装烟机的时候可能掉顶都掉上了 这时候就是不好安装 还有就是我们安装烟机的时候 它这个管子有一个重力的一个下坠 会引起我们上边漏风 所以说安装直逆阀的最佳时期 就是铺完瓷砖之后 就把它安装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提前把它买了 第六个瓷砖保护垫 这个你是就铺完瓷砖 如果说你自己装修的情况下 铺完瓷砖瓷砖保护垫一定要做 因为咱们现在的瓷砖都比较娇贵 可能大几百块钱的都有 所以说不要因为我们的施工造成划痕 这种划痕是不能修复的 最后一个第七个 就是我们的玻璃胶 我们踢脚线门 包括我们的定着家具 这些缝隙的时候都需要玻璃胶 玻璃胶工人拿来的玻璃胶 包括大随我们用的这种玻璃胶 都是普通的玻璃胶 如果说您对环保 以及它容不容易发黄 等这种特性有要求的话 大随说实话 我们用的一般就是十到十五块钱一桶 但是好一点的四五十块钱一桶 可能要用二三十桶 这样你自己在网上也好 在其他的渠道去购买一下 这样从打完胶之后 您家的酸性的气味可能会更小一些 整体的效果也会更理想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总结这么多 这几项小样东西没有花多少钱 但是会在你整个装修过程中 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我大随 关注装修每个期间 下期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哎 小时 往后 开 小时 小时